台空军基地训练时大跳电 结果又甩锅小动物 毫无下限 连度表 台湾缺电问题 临近郎为何视而不见 一分钟拆穿假面 一分钟看台 看台一分钟 大家好 我是用一分钟 和你分享台湾大老师的 海虾牢包记者中医 那话不多说 我们一分钟倒计时马上开始 台空军基地训练时无预警停电了 军机在天上飞着 基地半小时才把电通了 台湾民众都看傻了 战争都还没打 你就可以断电 台湾的电力设备是如此的脆弱 这如此严重的失误 台军没有博乱大怒 反而烂于充数 甩锅称是 因为迷路的小动物 找不到回家的路后 运气很倍 碰到了台军的电路 这下子一病呜呼 每天都不要话 乱话有什么劲啊 这种甩锅的理由 真的很呜呼 如果真的是小动物 官员们早围起来拍照耍库 不信大家看他们前几天 对沸沸是什么路数 抓到受伤的沸沸 第一时间拍照合影超忙碌 结果沸沸死了 官员又献花摆拍 丑态毕露 所以这次真的是小动物 不过这已经不是 他们第一次利用动物 为台湾停电问题掩人耳目 之前台湾到处停电 反反复复 民进党当局立马甩锅给动物 被鸟齐了 蛇松鼠等等 一些民进党的人还说 这些动物是解放军信念的常物 一些民进党的人怀疑是真的话 那解放军已经天下无敌了 因为他连动物啊 什么东西全部都可以操纵 太扯了 哈哈哈哈 看来台湾有问题的不只是电路 还有一些人的脑回路 民进党当局如此执迷不悟 不仅影响到台湾的千家万户 更可以看出他们对百姓 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这样的一群人会把台湾推向什么样的路 大家心里都有数